Lav All 好球 这个球我觉得最大好是什么 他的力量用的很好 他第一板拉完第二板其实位置不是完全好 如果他帮你冲的话容易失误的 他用了80%的力量 而且落点拉的比较好 加了保险加了摩擦 哎呀 这时候已经是机会了 按道理形势很好 已经跌到了柳克敏的反手了 这个球当然是这个 连续性啊 这个没准备好 好的 漂亮 这是王浩打了一个重复球 打了一个对方的正手继续给正手 这时候柳成平准备侧身了 这局上来决胜局上来以后 我们看到王浩的落点上 打的还是比较灵活的 大家注意观察 2比1 决胜局 关键是开局 柳成平这时候反手突然又加力 这是他的经验 一般的都在挡 一般的都在挡 有的时候看准机会他会突然冷不丁的来一下 这个球发的非常低非常近啊 这个球的位置 判断的不好 因为他有点想的是在这个正手位 那么结果他发到中间偏 左边一点点 所以呢王浩的角度没有上去 所以平凡球啊 这个每一个球 击球点是很关键的 是的 现在长生比分是三平 王浩罚球 拉起来了反手 柳成平现在基本上是反手推一到两板最多 然后就是强行侧身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王浩呢就不同 他比较从容 因为他反手拉的能力非常强 4比3 这个球呢 刚才接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球接得很好 也是推了一个空档 又来了 结果这个球呢好像比较急 没有打到拍子中央 现在柳成平是落后两分 半高抛球 哎呀 一板接得很好的 第二板的衔接没衔接好 这个球呢 柳成平呢有点过来力量不大 所以呢这个对点没对上 还向他一分 好的 对了 其实第一板领过去以后 王浩还仍还是要稍微往前站一点点 因为第二板的过来球啊 没有多大力量 这样他往前赢一点的他的速度也可以加上 点也能对得好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很 好能够保持住这种局面 好的 对关键是自己不要慌不要乱 所以对方也会有事物的 他也不是说每个球都拉着 其实他先干这个球 他也拉丢了 所以关键是有的时候自己一乱以后 会无为失误 是的 王浩还站在正手位发正手悬转球 这种情况很少 主要他的反手比较强 回白短球质量不高 一路上的反手 让他也能免得和他也能强 好 现在柳成敏拿发球 这发球王浩要尽可能的想办法拧起来 也就是用反手拧起来以后 能形成相持 而且呢在这局上当中敢一变 变成正手 两边要变 相差两分 刘致敏站在反手位 发正受旋转球半高抛 这个球发完以后 已经准备侧身了 结果王浩自己接发球失误 王浩是想变成正手 半高抛发球 这时候王浩发球 还是要坚决赶一顶 不能错 这个柳成平也很坚决 他已经侧身了 侧身要反拉的一板 结果由于王浩的速度太快 侧身没来得及 球打到球板的边上了 刚才我不计 比哥来 刘过来 可能跟他讲 第一你还是要领 第二你不行 你领反手也行 你完全等 所以你看到我这个球 刚才那个球就比较从容 是的 现在8比6 好的 不行你不要太着急的正手 因为正手你可能难度大一点直线 不行你反手反手 拉完斜线以后 你反一下 这个时候刘成平他也比较着急 你看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可以看到王浩 就是他比较成熟了 打球比较有底 又到正手 转的 结果发球 发到了对方的正手 刘成平失误了 这样到了比赛的赛点 10比6 刚才有一个细节 就是刘过良跑过去捡了个球 实际刘过良这时候 可能想的是 让这个比赛节奏不要中断 因为王浩呢 这时候士气不错 所以他主动的跑过去捡球 这个教练员的这个脑子 都是非常灵 有了 出手一看这个球 我就比较占主动了 是的 这样王浩呢 不负众望 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 2比3落后的情况下 连返两局 最后呢 以4比3 取得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步入了前8名 他将和水谷损和马特内的胜利 经过7局苦战 王浩最终以4比3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 王浩曾七次走进世界大下的决赛 却被七次判决失败 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男平主力 又一次过关斩将 进入了路特丹市平赛 男子单打的决赛 他的对手是年轻的队友 张继科 这位23岁的小将被主教练刘国梁 笑称为藏敖 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 他先后展落世界第一销球手朱世贺 三次蝉联市井赛南登金牌的 王立晴和德国名将波尔 并最终与王浩会师决赛 北京时间2011年5月14日 晚上9点 这是万人瞩目的 视频赛男子单打的最终赛 CCTV体育频道 选择了直播乒乓球的精彩对决 在随后转播刘翔和奥利佛的 非人大战 王浩和张继科 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先是张继科连胜两局 王浩又接着连赢两局 颁平比分 最后关头 王浩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 在关键的第六局 上演了惊心动魄的逆转反击 现在这个决赛里边 恰恰 季科又是对了王浩 王浩虽说 不像他们前面两个年龄那么大 但也算老队员了 季科人啊 他就这么 心情中想并住 想扣一分试一分 扣一分试一分 王浩踏球 王浩天命在搏杀 利用这种节奏的变化 来让张继科感觉 心里这种吃不住 对 这球顶得好 你看张继科的叫声 就会越来越来越发自内心 因为他也知道就差三个球了 你看他人的这个 这个表情和这个内心的东西 跟平时的时候是不一样 5比10到赛点了 但是我看着5比10的时候 王浩 但是神态他没有放弃 一看他还很坚定 他人是很紧凑的 这会儿的时候 急呀 谁都有这会儿的时候 还是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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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张继科发球 他自己都笑了 就觉得这会儿 10比7 你真控制不住 手都硬了 打了10比8的时候 我觉得有机会了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张继科已经 他就是第一次参加设景赛 好不容易看到比赛 看到希望了 最有一番错误 就是这个时候 顺便王浩8比10落后 哎呦 这分儿追的 哎呦 这样打平10比10了 王浩又提死回生 我在下面看有误 这球 两棋发两个长球 这就超乎我的想象了 顺便王浩是非常坚定 那个时候 这板子太大了 你看这小小眼神 这接的有点偏高 偏高 但是他是5比10被追回来的 这球高还是有点旋转的 这样呢 王浩又落后一分 擦网 哎呀这真是 真是打在网子上 你给打在心上 这这种紧张 哦 哎呦漂亮 看这球打得太漂亮了 到关键时候手不软 敢于出手 直线 双方第六局打到11比11 10平以后出现了一个局点 他出现局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被 还是稍微有点保守了一下 就想稳一点 能够把这本拿下来的话 然后第七局就有机会了 没想到这个球的时候 他稳的时候 张继科凶了 最后张继科 最后张继科 是一个反拉成功了 反拉成功 14比12 这样张继科只有4比2 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浩 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因为你要知道 在打仗的时候 你的武器突然出现了严重问题 这个时候 你还能这个 床上克服那么大的困难 而且那么不放弃 那么就是一种精神 因为他的终极目标是一二年 所以王浩 这次对比赛来讲 对他没有心结 也没有纠结 他很轻松 明年的时候 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时候 就能去努力吧 张鸥可能还是认为 要有什么点血性 你说这个希望谁赢啊 希望让自己 只能说像一个观众一样 没有倾向性 2012年 奥运会的脚步 将停住在英国的伦敦 英国是现代乒乓球的发源地 究竟谁最有可能 在伦敦奥运会上 获得意义非凡的 乒乓球单打冠军 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浩 还是世平赛新科冠军张继科 是中国队继续蝉联 还是冠军庞落别家 他的最大对手应该还是不完 因为张继科说实在的 张继科他再强势 从他流行身处那边 他还是怕王浩 整体实力上 他不在王浩之上 只能说他要拼 他才有机会 他会拼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王浩整体商量是不怕他的 这次世界比赛 我说我一直有两个梦 一个是马林的第一年 拿世界竞赛单打冠军 王浩拿一二年的奥运会 但实际上现在马林这个梦已经破灭了 但马林这是他拿单打冠军 我知道这个懒惰太大了 也许他真是一个梦 但是王浩一二年的拿冠军 绝对不